Hello,大家好,我是Alysis 今天为大家做一款饮茶时经常都会见到的甜品点心 那就是吉子桂花糕 这款吉子桂花糕味道清新,带着淡淡的桂花香味 是很多人在中午饮茶时吃过油腻煎炸点心后 都喜欢点这款糕点来吃 首先我介绍一下做这款糕点所需要的材料 这里有吉子大约是10克,我们先泡一泡水 然后是桂花4克 还有砂糖100克左右 鱼椒粉18克左右 首先我们倒250毫升的水进去锅里 煮滚后把桂花加进去一起再煮 煮多两三分钟,等桂花的香味出来 接着我们把桂花倒出来 接着我们把桂花倒出来 用剩下的水把砂糖煮融 等砂糖煮融后 这时我们加入200毫升的冷开水进去 等水的温度降下来 这时我们把鱼椒粉慢慢倒进去 也把它煮融 在刚开始时,煮鱼椒粉的温度不能太热 要慢慢加热等它溶解 如果真的有些小粒粒不融的话也不要紧 一会用筛子把它们隔掉就可以了 跟着我们把桂子和蒸泡它的热水 约50毫升也倒进去 然后把它们全部都煮滚 现在桂子桂花水已经煮好了 我们把其中一半份量倒进玻璃器皿中 因为桂子会浮在表面 如果我们分开两次倒进去玻璃盒中 做出来的极子桂花糕就会漂亮很多 接着我们把一半的桂花也加进去 我们把它放凉一会 再将它放入雪桂冷藏至凝固 凝固后我们再倒入剩下的一半 并且把桂花也全部加进去 然后再把它们放进雪桂冷藏一下 现在我们的极子桂花糕已冷藏了一个多小时了 给大家看一看是不是很漂亮 这极子桂花糕真的真的很好吃 做法又那么简单 大家也试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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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